一个球静止向女孩飞来 将她的脸皮砸到了地上 女孩慌忙去捡自己的脸 却发现捡不起来 她的身体正在变得透明 夜晚小和尚正在入睡 突然听到屋外有什么动静 出去一看 一个戴面具的人正在起舞 那人发现他之后转身摘掉面具 可谁知下一秒 面具男整个人人间蒸发了 小和尚赶紧把这件事告诉给老和尚 谁知老和尚竟然现场给他演绎起来 活生生将自己的脸皮扒了下来 最后老和尚也如同面具男一样 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一张被扒下的面皮 那以后他的脸就被当成面具保留下来 而这个传说也代代相传了下来 这天小学生蔚来和他的小伙伴们来到寺庙 从住持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 众人都觉得这只是个吓唬人的鬼故事 可住持说 古时候的人们会在制作面具的时候 将自己的魂魄留在里面 说不定他们中就有这样的面具 回家路上几人还在讨论这个话题 突然同学亚绩大喊自己的脸好疼 原来他是在捉动几人 大家松了口气继续嬉笑着下山 回到家 未来就把这个故事告诉给爸爸 爸爸表示自己小时候也听过类似的 不过都是迷信而已 这时亚绩打了电话 电话里亚绩的声音十分害怕 亚绩觉得自己真的有面具 他担心自己会就此消失 蔚来听着他的话隐隐觉得不安 第二天去到学校 蔚来发现亚绩没来上课 很快老师宣布了一个消息 亚绩要转学了 事发突然 蔚来询问老师亚绩转学的原因 可老师也不清楚 他只好放学后去拜访亚绩家 暗门铃却没人开门 在门口他发现一根亚绩的发带 想着昨晚亚绩跟自己说的话 蔚来忍不住一阵担心 突然他发现不远处 有个黑衣人在监视自己 可很快黑衣人走开了 回到家蔚来茶饭不思 晚上洗漱的时候 他试着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担心是自己的面具要掉落了 蔚来不敢让别人触碰自己 就连父母也被他拒而远之 上学路上蔚来一直想着这件事 也许只是自己听错了而已 突然后方跑来两个同学 他们毫不知情的向蔚来打招呼 蔚来却清晰的听到咔嚓一声 这下他确定无疑 自己的面具要掉落了 蔚来慌张的逃跑 来到学校他一直没心思上课 战战兢兢害怕自己的脸掉了 同学看出他的不对劲 问怎么了 可他还没来的机会 突然一个球向他飞来 直直的砸中蔚来的脸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他的想象 他的脸还是好好的 放学的时候他再次发现 那个黑衣男在远处看着自己 黑衣男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好人 为了躲开男人 蔚来跑进一条巷子 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时男人来到跟前伸手要扶他 蔚来却惊奇的发现 黑衣男和老和尚面具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吓得他赶紧爬起来跑了 回到家蔚来心神不宁 这黑衣男不会是来摘自己的面具了吧 想到这里他害怕的气道 晚上他被一阵脚步声吵醒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床上 想呼救却发不出声音 这时黑衣男走了进来 他怪笑着 说蔚来的脸是他做的 现在他要取走 蔚来吓得大叫起来 父母听到声音闯进来 原来刚才是蔚来做了噩梦 父母安慰着蔚来 等他睡着后 父母来到客厅 他们正在等待着什么人 很快敲门声响起 来人竟然就是黑衣男 黑衣男走进房间 趁着蔚来睡着 拿出了一把手术刀 原来由于毁灭性的环境污染 人类在未来的出生率一直为零 为了延续人类文明 科学家制造出人工生命体 而未来的真实身份 就是一个智能机器人 因为面部零件松动 他才总是听到咔嚓的声音 至于未来的同学亚绩 因为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 发生了僵化 最后被当成了垃圾处理 黑衣人并不是什么坏人 而是机器人维修室 为了保险起见 黑衣人将这段记忆 从未来的脑中删除了 顺便还调整了一下他的骨骼 让他能够像普通小孩一样长高 第二天未来果然忘记了一切 开心的和小伙伴一起去上学了 而家里正在看爆的父亲 也在此时出现了故障 此时电视传来新闻播报 有害物质即将袭击城市 很快惊爆传来 母亲习以为常的戴上防毒面具 走出屋外收衣服 而未来和其他上学的小孩 一起走向了层层毒物 这个故事叫做面具一语双关 从一个面具的鬼故事 引申到了防毒面具 不难看出本片的内核 在于警示环境保护 如果人类肆无忌惮毁坏地球 最终遭受不幸的 将是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在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